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率领副主席及常务理事参加了交接典礼 前任主席魏成毅顺利交棒 成为多伦多华联会永久荣誉主席 薛斌总领事亲自向理事颁发了委任状 大家感到任重而道远 在我的内内我想致力于团结新老社团 团结新老侨领 团结大多地区所有的华球华人 我们大家领成一股劲 为华人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 非常有责任性的优优良 我相信我们这个会交给他去打理会 做得更好 做得更大 绝对是把我们华联总会带到一个新的台阶 我对大家非常有责任性的 新一届的华联总会就是落成 新一届就职典礼 今天做在一起 所以叫做双喜临会 一起过年第二起一起就职典礼 我们共祝华联总会这么多年的努力 在华社这么大的贡献 真的要包装他们 共祝他们在新的激年会务兴隆 各位会员 李氏 李监使 就是生日法乐 我参加华联总会十多年来 见证的华联总会一路艰难的发展 特别是前面两届 在未成一主席的带领下 我们华联总会突飞明镜 做了很大的贡献 这一届是第十五届 我相信在我们福建厢经的李姓云先生的领导下 我们华人会在第十五届的会晤会做得更加完美 多人多的地方 加大的地方 我们华人要团结起来 为华人服务 为社区服务 为我们祖国 中国服务 在十几二十年前 其实他们开始的时候 是由三四十个会开始的 现在我知道他们的会 总共已经超过七十个 甚至接近八十个 甚至看到过去十几二十年 他们的成功是非常大的 他们要朝着这个方向 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我们非常荣幸这一次加入 我们多人多华人团体联合会 成为新一届的常委 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为 最大的加拿大的华人团体其中的议员 发挥我们的力量 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共同的搭建加拿大和中国的 双边友好桥梁 为广大的华人华侨服务 作为新的 就是我是今年又重新被选进 多伦多华联总会 作为常务理事 那么我当然特别期望 能够再有机会 跟现在的新一位 新一任的我们的主席 林主席 还有我们的二十二位常务理事 在过去魏总 魏主席的这多年的惦记之下 就是我们在多伦多和加拿大 华人能够真正就是在主流社会 发出我们的声音 多伦多华联总会成立于1985年 现在拥有82个团体会员 是加拿大最大的华人社团 涵盖了40万的华裔移民 华联总会自成立以来 广泛团结多伦多华侨 积极投身社区服务 帮助华裔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在促进中加两国有好往来等方面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多伦多警队原指缅总警司 率领同僚高唱一曲 将晚会推向了高潮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 江宽文和新尧 发起活动现场的报道